在羅湖管制站昨天有接近2萬7千人次來港 度過五一長假期 記者曾金寶去深圳羅湖看過 本港五一假期連同週末有三日假 入境處預計星期六是出境高峰 經陸路出境將達到35萬9千人次 但朝早北上的人流不算多 本港口岸不用排隊就可以過關 去到內地口岸區 人流同樣不多 全程大約20分鐘 剛剛假期又不用 變成香港 迫在香港 可以走走走 疫情過了 落潘雨 探望表姐 在羅湖管制站 南下旅客也較清明 復活節假期梳落 疫情未有 之前我們經常過去玩 購物又方便 會到處去逛逛 現在又趁著小朋友五一 就帶他們一起過去玩 內地當局也在羅湖口岸設置鐵馬鎮 以便在人多的時候可以即時梳渡旅客 前往旅檢大樓過關 對出的深圳火車站 就有不少旅客買火車票 去其他省市玩 有深圳居民說 今次長假旅遊氣氛似熱 不少人都選跨省遊 因為想去迪士尼 所以選擇上海 我們是準備去廣西的德天瀑布 對 因為在深圳這邊工作太久了之後 我們也會覺得很疲憊 想趁這個五一去那邊看一下自然風水 去香港的話有考慮過 可能會挑下一個端午之類的 我們會考慮去香港或澳門去玩 運輸及物流局局長林世雄 下週到羅湖和港珠澳大橋視察 說已經指示運輸署 和各交通工具營辦商 保持緊密聯繫 按需要調整服務 無線電視記者陳金寶 在深圳報導